各位 在香港暴動期間 有一些所謂義務的救護員 這些救護員是不是真的義務 是不是真的出來 為那些不幸受傷人士服務 其實可以置疑 因為昨天我已經出了一個視頻 就是有些人被打 那些人要等人打完了 才去救人 比起 早一點時間在沙田的時候 有個警察落單 被暴徒打 而無線的記者是以身體擋開 去救這個警察 但相差太遠了 如果你真的出來 是幫 市民服務 我猜你應該有個愛心 是保護市民不要被打 我們現在看到 是由他的暴徒打 打完之後才去救 又做黑又做白 一個做黑臉就做白臉 現在 這裡有人有個拍了一個視頻 來自 NOW TV的直播 那裡有一段 我想大家已經看了很多次 有一個穿著 橫間條 T恤之類的 女士 當他幫其中一個人 去抹額頭的時候 由本來乾乾淨的 抹額頭 就會變成 有好像 血那樣的東西 在抹額頭上 當然 這個 圖的東西 是什麼 我們不知道 因為只是看畫面 可能是一些 藥水 不知道 我們不知道 但是現在 那些人就說 這是涂了一些 血漿上去 造成 這個 受傷人 是一個 比較嚴重的傷害 這個是為 電視機服務 為 媒體服務 但是 好不幸 也都被媒體 拍到 這個過程 所以 有時 記住 現在這個 視訊時代 人人有手機 人人都可以拍的 所以 視頻 留了出來 大家可以 看清楚了 到底 這個 穿著間條衣服的女士 在這個人的抹額頭上 大家 想一想 我真的不知道 如果我們要查一些藥油 我們中日要有時 雲 查藥油 就查在 這裏的 就不是在這裏 我真的不知道 所以一般人猜 他是在查一些血漿 沒有的 到醫院洗傷口 就知道他沒有受傷 但是 很可惜 連護士 有時都不肯 好好地 真是 為他專業服務 當然 作為護士 他就不可以 在病人的病情 洩露 是私隱問題 現在 現在的媒體 很多時候可以 欺騙大家 所以大家最重要 要看清楚 看更多的角度 可以了解更多的事成 這個 因為傳了太多了 所以我都不需要 將他 接頻給大家看 大家可以自己 跳上去 任何地方都找到的了 不如我就找一個 放在我這個節目 大家可以跳去看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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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